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泥沙台风在15号的下午生成之后 中央气象局也在15号下午4点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尽管泥沙台风并没有直扑台湾 但是受到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 花莲地区从15号的深夜到16号是降下了好大雨 花莲县政府统整了县境内的灾情 在16号的中午发布了警讯 盘点超过了20处道路是禁止通行的 也呼吁用路人切勿贸然的闯入 有意外发生的情况 中央气象局持续对轻度台风泥沙发布海上警报 再向东北季风双重影响 16日全台有雨 尽管并未直扑台湾 但受外围环流及东北季风共伴影响 花莲降下好大雨 预计18日降雨才会趋缓 花莲县府16日近中午发布警讯 盘点超过20处道路禁止通行 包含花莲市德安六街寒洞道路淹水 以双向封闭管制 吉安火车站旁寒洞积水封锁禁止通行 还有寿风厢台九县丰德街地下道 丰田火车站旁寒洞等 呼吁用路人慢行且物贸然闯入 花莲县府已启动泥沙台风灾害应变中心 强化三级开设 请沿海低洼与容易淹水区的居民 留意短延时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 期间物前往山区海边及西边 避开台八、台九、台九甲县、台九丁县 及台二十三县和山区等容易致灾路段 保障自身安全 记者长邦彦大华联报导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好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